不管共和黨在幹嘛 共和黨有多麼軟弱 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 我們知道民主黨在幹嘛 左派的目標很清楚很明顯 我們要知道的是 現在所有的民調 所有的風向全部都是導向共和黨的 今年11月的選舉 在各州會有一個Red Tsunami 共和黨的紅色海嘯 民主黨他們還想要繼續掌權 他們還想要更多的控制權 但最主要的是現在經濟太蕭條了 美國通貨膨脹太嚴重了 他們又像烏克蘭丟了這麼多錢還有武器 國庫已經見底啦 所以他們才剛通過了一個新的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降低通貨膨脹法案 來抵抗通貨膨脹 法案的內容跟一般民主黨提到的東西 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就是叫個好聽的名字 然後送一堆錢去給什麼綠能 太陽能板 補助非法移民之類的 但是裡面其中包括了一項 是增加IRS的員工 跟IRS的權利 是的 國稅局 通過這個降低通貨膨脹法案 要增加8萬7千個員工 這個會讓IRS的員工人數增長整整一倍 到達18萬人 他們說法是 政府不會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稅收 這8萬7千個人是為了要調查那些超有錢又逃稅可惡的資本家 要他們付公平的稅收 這些資本家打擊員工 打壓員工 收取暴利才會變這麼有錢 IRS是要去捉拿那些 美國這些1%的爆發戶 是嗎 為了要打擊這1% 所以要快要9萬個人 這個還不是最可怕的 我們來看一下 IRSPO出來招人聲明 第一個 執行高效率的標準 維持誠信以及正職 第二個 每週至少工作50個小時 包括不規則的時段 而且要24小時隨時準備出發 包括國定假日跟週末 第三個 維持身體健康狀態 準備好要面對有生命威脅的任務情況 第四個 聽好囉 隨身攜帶槍支 而且準備好 必要的時候 必須要使用殺傷性的武力 第五個 願意參與在 逮捕執行搜查令 以及其他的危險指令 是的 拜登政府要創造一個18萬的 武裝力量在美國的稅收 而且抵抗的人 將會被抓 被關 甚至直接被打死 18萬的這個軍力是什麼意思呢 全世界最強大的力量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US Marine的數量就是 18萬958人 美國進行的海外攻擊 這18萬人是主要的攻擊軍隊 陸軍是在後面做什麼補給跟善後的 美國靠著18萬人可以輕鬆的打下伊拉克這個樣子的國家 徹底顛覆政權 現在這個國家的政府 要用18萬持槍的國稅局特務 來跟你收稅 搶有錢人的錢 不需要18萬人 搶你的錢 搜刮你的財產跟財富 才需要18萬人 毀滅你的國家來創造極權共產政府 才需要18萬個持槍特務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的 因為根據我們的拜登總統 美國並沒有任何的通貨膨脹 今天,我要說一句話 今天,我要說一句話 關於消息的消息 關於消息 其實,我只想說一數 零 零 今天,我們收到消息 我們的消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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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简直是平行宇宙啊 在零%通貨膨脹的时候 你通过了一个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你说的暴增的工作机会 打击失业率 其中87000人是联邦国税局的探员 然后你骄傲的说 这个就是我们建立的经济体制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各位看的没有错 他在建造的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全球政府 世界充满着政府的秘密警察的一个经济体制 各位听的没有错 他要做的事就是撕毁我们的宪法 创造纳粹方式的一个国家 而且要搜刮跟打压的对象 就是我们